- 大家好我是多伦多全职地产经纪Simon Simon想在YouTube的频道里面 以后将跟大家介绍更多的新房 房花楼花项目 以让大家在我的频道里可以最快的获取新房的一些信息 好的今天Simon带给大家是位于旺市 16街和Budges之间的新的政务项目 叫做Evoke Town 开发商是Charger Hill 现在就带大家去在工地旁边看一看 现在这就是Evoke的工地了 他们现在正在紧张的进行前期施工 这就是前期三通一平的工作 要把土地平整然后把水电都结好 红点所在位置就是今天介绍的Evoke Town 它是位于高速400和404之间 从这个位置呢 开车上高速407和Hive 7呢 只要需要5分钟左右 如果您想去Downtown 可以在这里乘达Rodaford站火车 一直45分钟左右就能够到达Union Station 旁边的生活也非常便利 有一个Plaza里面有健身房还有Longos超市LCBO 在Yang街跟16街的北边呢 有这个中餐馆农州记和大家喜爱的华恩超市 天梯大统华超市 这是Evoke的South Office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红点的都是卖掉的 然后大概还剩下一半不到吧 其他的绿色呢 是作为第二期推出的 这边是Evoke的一些材料的样板 这边呢 是它的标配 这些是其他的外墙的一些颜色 这个呢 是它升级后的一些材料 它的瓷砖和这个地板都是不一样的 这边走进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样板间 他们只做了这个一层 就是这个 其实是组层吧 相当于二层的这个 一个活动空间 这边是一个餐厅 后面做了一些柜子啊 这样能够收纳更多的空间 也摆放东西会相对好看一些 那边是家庭厅 在家庭厅和餐厅中间呢 它是一个厨房 厨房做的这个颜色非常现代 一些这个咖啡色加上这个浅灰色的石头 这个项目呢 电器都是包含在内的 大家看到这个家庭厅啊 因为它的这个设计呢 是18到20尺的设计 所以说呢 这个在使用上面呢 两堵墙之间的空间还是够的 不像那种15尺就非常憋屈 他们这种现在的townhouse都是没有这个后院了 因为后院都基本上拿来作为停车位 所以说他们只能在这个 在二楼的地方设置一些这个户外的阳台 EVOLT的项目定价呢 是从110万到127万 它的面积是1600尺到1800尺 平均持价是650块 现在我们利用多伦多地产局的这个历史数据来看一看 从6月1号以后 小区里面成交的三层楼的townhouse的平均价格 总共成交呢 是有29泡这个正屋 所以它的平均成交价在111万 现在开发商送全屋电器以及复合木地板 开发商封顶费用是5000 转用费5000 全屋包含C-Sstone的挖子台面和Smooth Stealing Payment Structure是千元时候付1万 总共10个月内付10万订金 一个月的管理费是99块钱 而且交房时间是2022年的5月 如果对这个项目有任何意外 欢迎给Simon留言 谢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次再给大家介绍更新的项目